因為以前都會搶地牌 比如說你今天到這一家餐廳 這一家餐廳就不高興 可是所有餐廳 它的背後都是黑 它會說你剛才來這裡表演 你沒來我這裡表演 這個電話接到之後 我們當然就報警 我下班 他警察就送著我 到高速公路 然後我就開車回台北 明天一大早 我再開車過來 那個禮拜我就這樣過 因為有時候在貨台 有空檔就會 安置傘 或者退筒 有時候他輸錢 剛好那個情漢很乖 情漢永遠坐在後面都在看書 蛤 你聽起來就 我大就罵他輸 你都一直看書 難怪我才會輸錢 哈哈哈哈 所以我講了一段 我不要讓觀眾知道 為什麼我會找他來當 我不出手出手 我才唸到 唸到主持的歐欠 他為了這幾十秒 唸到空翻或空翻什麼都來 歐欠瓜 因為我是唸足標歐欠的 對 他怕你是被打 不然你是家暴嗎 對他怕 對 對啊 應該是我打他而已 這樣一半有沒有很心疼 我看到你都是傷 他喔 就是他弄的啊 對啊 他會心疼什麼 就是他弄的 哈哈哈 可以嗎 那歐地有準備要登記的時間 然後呢 然後說藍寶石結束 哦 就就就就 會會 就是 一天 然後天 哈哈哈 大後天 很快 禮拜一就有 禮拜一有先打電話預約 對啊 要先預約嗎 有 有 前度登記又避開年數月 因為七預約 哦 對吼 對啊 你們這樣越講我越亂了 所以下禮拜一是最 不行 沒有今天就開了 對啊 你要現在哦 你們是在登記熬夜月 現在剛冷 你就晚上預約 小孩生的也在登記 就等出生那一天 現在登記 登記很快啦 現在登記超快的 對對 準備多少 我們貓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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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啦 大概 不用 給小朋友 不用啦 不用大概這樣 不用不用 大概 六百塊 六百 好 好 至少也給一千六吧 對啊 少少 少說 你要耗六萬 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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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要以後安安 對不對 那還早 瓜哥以前在秀長 有遇到一些就是比較驚險的事情 有黑道瑕疵還是什麼的 瑕疵什麼 電話恐嚇有 恐嚇什麼 他就說 因為以前都會搶避 比如說你今天到這一家餐廳 這一家餐廳就不高興 可是所有餐廳 它的背後都是黑的 他會說 你剛來 你剛來這裡表演 你不來我這裡表演 你這禮拜你看 水洗 你要吃慶祭 你很偷到 那這個電話接到之後 我們當然就報警 可是我不能不表演 那個禮拜 我在台中 我幾乎是每天警察 我下班 他警察就送給我 到高速湖 然後我就開車回台北 那明天一大早 我再開車過來表演 那警察呢 到晚上就會送 護送給我到高速湖 那個禮拜我們是這樣過的 因為你之前跟那個禮拜 很緊張的 就陪著他這樣子 對啊 那是我的偶像 那時候我還跟我們在棚內 他演東方國敗 那時候他就變魔術 跟他關在一個箱子裡面 不是 楊帆也喜歡 楊帆也是他偶像 後來說誰要在箱子裡面 因為那個東方國敗 是從女生要變男生 男生變女生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關在一個箱子裡面變 那就是人貼著臉 後來我是猜拳贏的 我猜拳 什麼 難怪你猜拳那麼厲害 後來我跟楊帆在虎說話 就是這樣感覺不好 那我只問你一句 林青霞相不相符 沒有沒有 林青霞真的說沒有我想 但是在後台那真是很多花樣擺出 這個玩起賽次來這個是 很傷苦眼 霸氣失足 這個作秀都會七天都在一起 台北演完七天 你現在台中有七天 高雄有七天 在一起就二十幾天都在住飯店 因為有時候在後台 有空檔就會 玩吃散茶 會推動 那有時候他輸錢 剛好那個秦翰很乖 秦翰永遠坐在後面在看書 蛤 秦翰真的懂 怎麼那麼裝 喂 怎麼那麼斯文 他是真人斯文 他要看書 真的好斯文 我大就罵了 你都一直看書 難怪我才會輸錢 天爺 咳 太了 先解釋 太了 最好的 太了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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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